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在我们书店自己的直播间里面跟大家去分享 那么也期待等疫情结束的时候 我们有更多的朋友来到书店和我们相聚 正在做直播的人名叫王岳 是这家书店的创始人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他已不止一次在店中进行直播 近日北京多家实体书店陆续恢复营业 记者在这家书店中看到店中已有零星顾客 书店负责人告诉记者 连日来受疫情影响 店中客流大幅下降 你的成本是现成的 每天都在发生 你的那个房租 对吧 你员工的工资 包括你的这个水电器等等 每天都在发生 但是我们的收入是特别微薄的 可能卖咖啡卖书都卖不了多少 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对于资金的压力 据报道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调研组 2月25日发布一则调研报告显示 参与抽样调查的1021家实体书店中 有926家暂停营业 占比90.7% 而且有43.7%的书店表示 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将下降50%以上 线下业务遇冷也考验实体书店的应变能力 如何利用互联网优势 将线下产品变为线上服务 增长收益 成为经营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有型的产品就是你某个时间来到我的店里 你可以选书买书 也可以买杯咖啡 这就是受实体空间跟时间限制的一种阅读服务 但如果说你到线上的话 我把传统的文字的书单 文字版的书评 变成视频版的书评 变成直播式的书评 我可以直接去跟你交互 告诉你 如果说你对这个领域感兴趣 你要切入这个领域的话 你应该读上面的书 书店负责人表示 除了开拓更多丰富创新的线上服务模式 建立书店的读者社交圈功能也很重要 通过会员制度 作者沙龙 名人推荐等线上活动 培养书店的专属读者社群 为其提供专业化的知识服务 这也是将来实体书店可探索的新生存模式 因为很多人选书都很难 书太多了 这个时候很需要一个人来帮你选书 一些在某个领域有非常深的积累的一些书店 或者书店的选书人 然后书店做知识服务的人 就可以帮他去做这一步的工作 我给你提供阅读的服务 或者季度服务 年度服务 这都是一些无形的服务 然后围绕这些书我可以给你搭配读书会 线上的线下都可以 甚至是这个领域有特别牛的人 我可以帮你做那个引荐 你们可以是线上交流等等 都是一些无形的服务